再看看玉兰花的上部是玉白色的 下部微红 花呀真是太香了 是因为富含放香油 它可以提取植物香精 或者制取竞高 粉白色的花柄片呢 是可以使用的 本来是不想吃播的 文人默克描写玉兰 基本上都是描写花的特征和香味的 直到看到清代的陈浩子写的花镜 你说其半择洗清洁 脱面麻油煎食即将 或咪尽一可 还能说啥呢 吃货一看就懂呗 那就安排一下 第二天我又来公园 花就落了大半了 花期真是短的 你们看花落的树 营养一下就供到叶芽上了 因为是公园 只能挑选一些刚落下的花瓣 回来先洗净 再面粉加鸡蛋 再加点白糖 调成西虎状 起锅烧油 这速度要快 花瓣裹好面以后 放锅里几秒钟就翻边 再几秒钟迅速捞出 炸好的花瓣 还能够闻到一点香味 真是酥脆爽口 满口汗香 很特别的口感 多余的面糊也不能浪费 顺便炸个鸡蛋饼吧 关注我 等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关注我又不丢人 对不对 可以满足假装 学习知识 其实是来看稀奇的美食的 我们知道 这家里的氏 好奇的是这家里的 社译